台湾最新的形式 准备谈一下我们的三民主义 在台湾的地位和现实的意义 强调的意义和维护中华民国宪法 在台湾的法律地位和 之一蔡英文 赖清德 作为现任的台湾领导人的合法性 我在这里做一些简短的发言 主要是孙中山先生讲了三民主义 和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来定位中华民国的国格和中华民国 国民的人格公民权的法律资格 还有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谭克领导人所进行的法律程序 所依据的法律程序 什么法院可以做出坦克 用罢免民选总统的裁决 现在台湾中华民国 他是1911年辛亥革命 孙中山和中国人民推翻了满清品质 这除了第一次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呢 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 孙中山先生做第一任的民事大总统 这个历史是联系过来 然后孙中山在1912年 详细地讲了一个三民主义 作为立国之思想基础 理论基础 其中讲到了民族主义是强调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在于全体中国人民 中华民国的国土的主权 就是国土主权在于和韩蒙和一帐条 各五十六个民族 唯一体的当时指的是秋海堂书役的形状的地图 这个地图含这些包括了这些领土主权 唯一国叫做中华民国 那么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不是还是这个定义呢 根据1945年联合国宪章 注册了中国代表中国的法律资格的定位的中华民国的版图 还是这个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这个的版图 那么现在台湾执行这个 现在所谓的台湾现在的总统 选举的总统 他有什么资格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是不是全体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华民国的一个总统呢 我们现在这里是一个存在这个质疑的 那么这个质疑就是说明什么它的合法性在哪里 它在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顾伟军呢 董地武啊 还有这个刚党十个人呢 在那个上签字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这是1945年时 11月份签字字 这个中华民国回中国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这个总统相当 那么经过了这个二战以后这个秩序这个不久就爆发了 这个40年代就爆发了内战 1947年中华民国通过了47年的宪法 宪法呢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 以人民主权原则全体中国人民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第二所有的土地 既有既存的土地非经全体国民大会通过 不得更改 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 后来蒋介石带领着国民党的军队 推到台湾接收 1945年接收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台湾和彭湖列岛 归中华民国版图所有 实行以中华民国宪法为依据的 法律依据秩序的 国家宪法 国家宪法 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 主权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大家都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隆统地说主权在民 这个主权是在中国人民 不是在一小时分裂中国卖国的那些 打在外国这个黄奴手上 他们没有主权 一点主权都没有 他们的所谓的主权 我们要把它夺回来 这就是说美国当时这个口号呢 叫做 叫做 从英国手里到宣布独立 中国现在 台湾不可以从 台湾难道要从中华民国手中 宣布独立吗 台湾难道要从中国人民手中 宣布独立吗 这个独立 是完全不可以的 这是在1971年 1945年 已经确定了 台湾的历史定位 台湾的国格 不容更改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很多国家现在就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一点没错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那么 中华民国的国格呢 是既存的 联合国的 各国的都承认了一个 一个主权相当 国家主权的相当 所谓自称是中华民国国民的人 都必须得承认 它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 民族 中华民族为一家 他们回上台为一家 这是人民的主权 在全体中国人民的手里 这是主权的定位 第一点 你不承认是中国人 你就不享有中华民国的主权 也不享有中华民国国民的人格 人格 公民的资格 也就不具备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的 这种 推选出来的 台独政权的 领导人 都是伪政权 伪领导人 是假的 是不合法的 是不合中华民国宪法的 是违反 也违反国际法的 因为它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它就不具备 中华民国领导人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合法性 和被选举人的资格 什么法 现在是台湾 没有一个法院能够 认真的去行这个 资格审查法 因为这个法律的缺陷 中华民国的法律的缺陷 缺失造成了现在台独现象 和独台现象 这就是法治不健全 需要将来修陷的地方 将来 统一也好 都要修陷 修什么陷 修这个 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 东华民国 国民的 合法性 这个陷 不够 不够 资格这个 国民的这个 资格审查这个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 资格审查这个陷 这个宪法当中 是不完备的 因为 47年的时候 在考虑台湾问题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台湾这个 日本皇民 这个 以老以少 这种叛逆性 叛博性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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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发觉到这个 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是法律需要 追 追踪的 还有追溯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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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我们说这个 圣诞呢 孙中山提出来 中华民国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口号 是叫做 为生民主义 而立国 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 没有否定 中华民国的 合法性 也没有否定 它的存在性 那么 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呢 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 中华民国 既然是法律 民文的 名称是这样定位的 在法律上 它是怎么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呢 我们讲 我们讲 一中同表 今天讲一中同表 这个 相对 好像 这个延续 具有多元性 一致性 对立统一性的 这么一个事 对立统一面 和我们一起 叫做一中同表 同表一个中国 我在1998年提出来 同心同国 就是强调了 人民主权的统一性 一致性 多元性 和对立统一性 还有国家主权的一致性 延续性 还有一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和二为一性 那么 2000年 就是 这个世纪初 就是 台湾进入 1996年 进入 民主选举以后 我还是这么坚持提出来的 因为 那个时候 提出了一个同心园 我也提出了一个 同心同国论 同心园 李登辉的同心园 是杜登胜 搞的这个 是以台湾为中心 我搞的是 以全中国人民 以宪法联合国 这个宪法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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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2758号协议为中心 为国际法为中心 为国际法为中心 一个对立的统一的 一个变证的一个关系 变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变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对中南海上述的时候 写的这个报告 叫同心同国 和平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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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三个阶段 当时呢是针对这个 这个沟通纲领的 李登辉他们制定这个 这个沟通纲领的 三个阶段 中程进程远程 进程这个三个阶段 然后呢 加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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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协议 新加坡协议 也要 这个 根据这么多实践的一些 一些实践 社会实践的进展 提出来这个 国家走向统合的方法 是 先承认 人民组权的一致性 然后再承认国家组权的一致性 因为国家主权 这个问题已经明白了 这个就是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后建交 一直到现在 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承认这是两个阶段 都是认为是 承认一个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了 继承的 联合国的中华民国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呢 这才产生了 一中同表 这同行同国 一中同表 这个概念 我们把这个概念 都在多纠缠 有问题 大家可以知 可以给我在 通过任何方式 提出自己来 我用法律的 以事实为原 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备 给大家 包括 这个问题 我曾经给马英九 曾经给马英九 写过信 谈过这个问题的具体 我也给东南海 也谈过这个具体的问题 这个 严肃性 不是说 某能两口的 两岸一家亲 就这样混乱 这是法律的 法律的问题是 来不得半点提加的 政府的承认就是政府的承认 国家的承认就是国家的承认 承认的是 一个新政府不是一个新国家 中央人民国不是一个新国家 不是另外一定的一个中国 而是一个新政府 这是我很严肃的 跟江泽民执政的时间 和江泽民主席谈过 和胡锦涛主席谈过 和胡锦涛主席也谈过 那么当然 习近平 他的学法力 这些都应该 大家都应该 国台办的人 到了美国来 我跟国台办人讲 我说我们要在法律上 认知两岸关系的 合法性 唯一性 延续性 现在中华人民国国 是中华民国 在大陆的延续 不是一个国家 这问题呢 这是叫国格 什么叫人格呢 你必须是中国人 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 国家土地上 才能允许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大陆 才承认它是中国的延续 对吧 也要符合国际 国际法这个联系 它有全职大陆的领导人 允许的领导人 和代表 议会啊 议会就是人大 政协啊 就像这些 检察院的三权分立 这么一个资格 那台湾呢 是什么样的人 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 具有世界的资格 功能的资格呢 首先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不是嘴上谈 我嘴巴上谈 我心里上实际做的是卖国的 卖国的行为 叛国的行为 这些东西 要以事实为依据 现在我们直接了当地去问 蔡英文 你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人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 你就不具备中华民国的公民资格 人格 你就不具备中华民国 现在台湾地区的总统的 这个资格 就人法院也好 国际法的法院也好 就可以唐克尼 当然来讲 国际法可能不会干涉内政 对吧 那是人就有权来唐克尼 这个民权呢 三民主义的一个最高级一个阶段 就是民权 民权呢 就是人人都是做皇帝 人人可以做皇帝 中华民国的人 人人都可以做皇帝 那皇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就是监督你的所谓这个选出来的行政地区 行政领导人 你违法的时候 当你违反了法律 你最有权唐克尼 你罢免你 这就是人民的权力 因为人民感觉到 切孤之痛 你这实行这个 一年半这个 两年这个 不到两年这个过程当中 你把台湾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又把台湾一而再的 再而三的要宣誓自己是精神日本人 像精神的台独 就是去中国话 你不承认你自己 你俗典忘祖 你忘了自己是 谁选举你的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选举你做中华民国 中国人的台湾地区的总统 你要自己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区 你能行吗 既然你不可以 口口声声的还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 还在唱着 在这个面对的声音箱 那个发像 还在唱着中华民国的国歌 但是你骨子里头 已经不知道卖给哪个人了 我们说 你这道心逆思 有目共睹 台湾人民心中有数 大陆人民心中有数 所以说 如果 吴敦毅现在 中国共云党 现在现任主席 为这样一个政权 一个伪政权 一个不合法 没有资格做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个 不承认中国人的 一个伪总统 你为他投资磨粉 为他寻找活路 为他 辅助他走一条台独的路线 你是 顾兮养奸 你是不分敌我 你是为虎作战 你是把台湾人民 就 违缘区 那个 趋于违 穷义区却 你是 替 蔡英文的 台独路线 卖命服务 所以说 我们说这个 这个 立场 必须要先 如果你 这个先 不是说 我可以模模糊 大家都为台湾利益 你把台湾利益 抛弃到 把台湾利益和 中华民国的利益 中国的利益 割舍开来 你就不是台湾人民的利益 你就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 你想把台湾 卖给日本 日本还不敢接 你卖给美国 美国也不承认 他给你台湾人民的贝赖 大陆根本不是说想併吞你 大陆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给你一个平等的待遇 一个 你要迷途知返 浪子你要回头 你放下屠刀 你回头实验 给你指赢的道路 你不回 你非要一个路 你要走到底 不要自己 你不捉 你就不死 你现在非要捉到死 那就 当你 如是独报 恶有恶报 不到时候 使物一到 一切全报 总而言之 台湾是不可能的 独台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说 当你脱离了中华民族 脱离了中华民族 脱离了中华民族 你哪去找到你的生存者 你哪去找到你国 国家的依据 你哪去找中华民族的魂呢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吧 当一个国家的国体 都不存在的时候 皮子不存 毛肩粘腹啊 对吧 是问你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啊 你跑到巴勒马去签了一个台湾总统 你一转身就把你的巴勒马和台湾的关系就断掉了 今天 你在全世界都到处同意 相反 我刚才说了 今天上午我也说了 相反 我们台湾人要看清楚我们的大局 看清楚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一个前途 和光明 和光明 对吧 那么你就可以同样的享受 中国人民一带一路站起来的一个自豪感 一种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和尊严 你就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 参与到支援这个世界各国的 参与到各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共建家园的建设 世界的和谐 共建和谐家园的建设 就可以参加到促进两个统一 共同来促进中华新民国 我们狗日新 一日新 做新民 对吧 新又新 我们不断的创新 把自己的文化 融入到这个世界全球化的多元化里 大家群长允群 一起共同发展 取长不短 我们第三个呢 我又说 今天刚刚又说到这个 民权 还有利人的问题 我们说 民利主义就是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一个发展 发展呢 民权呢 不是说人人做皇帝 就是人人做 你看 三云文这样的人 恶人也就要做皇帝 这个恶人做皇帝 就把台湾人民 两千三百万人民 引到沟里去了 引到陷阱里去了 引到了一个 溫水力主清化 这个悲惨的境界 对吧 我们心里只有 只有体会到这种悲哀 只有体会到这种危险 台湾都有险境的人 才能够看清楚 才能够赖清德的真面目 对吧 只有 参与了中国大陆 或者 这个 或者中国人民 在全世界这个 全球化运动当中的建设 才能感觉到 台湾人民的自豪感 包括 这个 这个 郭开明啊 还有这些 一起 这个建设 一起搞建设 大家一起 中国人一起搞建设 一起参与这个 全球化建设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业的 共建家园 一个事业的 世界上来讲 原来说 功能没有祖国 现在我们讲的 不是说没有祖国 文化 代表一个 一个 一个思想 中国 我基本上我就讲了 一个君子和小人的思想 一个大世界 一个大胸怀的思想 当你只考虑到你唯利是否 只考虑到你利己主义的时候 你的心胸是狭窄的 你的眼界是 瞬目瞳光的 当你有了 大中华的心怀 你有了全球化的心怀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全世界开太平的时候 你的心怀就大了 你的心怀大了 你的所有事业就开阔了 那么你的 对世界的贡献 就是利他主义 那么利他主义 就是利全天下的主义 就是参与到天下为公 这种 这个轰轰烈烈的全球化的事业 那么台湾人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 对吧 也是希望 我们在华府的 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包括大陆人 还有我们的海外乔胞 年龙子生 我们都要看清楚这个大世界 大趋势 大格局 而不要想着我们自己的 小缺陷 自私自利的小利己 我自己能在这个当中 我能不能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啊 可以啊 台湾人也可以当国家主席啊 也有你的选择 尤其是中国人 你就有你的合法性 你就有中国人的合法性了 你那个 蜗牛鸡脚上那点 你知道 你现在 一个所谓的台湾地区的总统 清如虹毛 因为他干的是道心逆生 阔阔阳阳明 这个 这个把台湾人民 这个拉入 漫步不接 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 切割大道 所以说 有什么光彩的 对吧 就像 王精卫当那个 那个 那个 伟政权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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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这个 一个总统 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成为 一彻万年 的 这个这个 不屈于 大家 这个 人人口读笔伐的一个 卖国贼 蔡英文的下场 赖清德的下场 就是这样 卖国贼的下场 我们的话完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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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